全球气候变化 我们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 我们又要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又要控制和减少能源消费和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 我们会比发达国家面临更为严重的挑战和更艰巨的人物 我们企图了积极的有顺心的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和它的凤制目标 是我们外树形象积极促进大力气候大会的成功 内树发展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 生态维兵建设之间有着显著的协同效应 未来中国将进一步积极推动 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在年底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 达成一项全面均衡有力度的新协议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各国共处一个气候 人类社会必须共应合作 结成气候命运共同体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